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8号的上午在宝商国小大礼堂 举办了107年度长青学院成果发表会 县长黄建廷和即将上任的县长当选人 饶庆林都到场参加 而长青学院的学员和课程老师 也纷纷的展现一整年来的学习成果 一共有超过700人参与 县长黄建廷对于银法族学生们的活力演出和作品 也都给予了亮丽的掌声 由林婷瑶老师带领的爵士舞蹈班学员 以族曲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 台东县107学年度长青学院成果发表会 银法乐活新飞扬 8号上午在宝商国小大礼堂登场 活动现场分为20组动态演出及6组静态摊位展示 张诚们纷纷展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各位都知道今年正好也是台东县这个长青学院 迈入第20年 很不容易 20年你们还是青壮年的时候 台东的长青学院就开始了 以今年的例子来看 我们上下学期就开了66班 然后再加上我们补助给各地的老人会 还有社区也去开一些课程 总共又开了2、30班 加起来全台东县一年 90几班将近100班 参与的人数2800人 人次的话就更高了 因为有些人他参加不只一堂课 不只选修不只一个课程 所以可以说这个长青学院 真的是变成我们台东的这个 我们老人跟影法族 终身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县长黄坚廷也特别自证感谢壮 给25位学院老师 感谢他们一整年来辛苦的付出 花鸟采摩画班黄树春老师 也赠上蓬层万里采摩画 代表学员们对即将卸任的黄建廷县长 给予满满的祝福 县福社会处指出 每年长青学院上下学期课程 报名时间分别为3月及8月 详细资讯可至台东县政府社会处 长青学院专区查询 欢迎年满55岁以上的长者 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